第一條新聞就要告訴大家好消息 確定我們可以從政府這裡 拿到新春紅包了 這是財政部呢 去年所超收的稅額 四千五百億當中 這個一千八百億呢 會預留四百億 已被不時之需 那麼剩下的一千四百億 今天行政院長蘇貞昌就說了 每個人都會發現金六千元 全民共享 好 希望呢 就是可以給全民一個新春紅包的祝福 那麼現在最快呢 二月很有可能就會來發放 是用直接匯入民眾戶頭的方式 不過呢 大家當然希望這個紅包 越早拿到是越好的 好 這個立法院國民黨團的總召 曾明宗呢 他就特別強調 說這個過年發 絕對來得及的 主要是因為立法院的會期 現在確定是會延到一月十三號 那麼他就建議把這個會期再延長 一路延到一月二十號 處理相關這個特別條例的預算 那當晚這個立法院長 游貞昌就說了 行政院這邊相關的方案 送到立院之後呢 會用最快的速度來協商 希望盡全力讓這件事情可以促成 好 那麼有兩個條件的人呢 他是加碼的 除了每一個人都可以領到六千塊錢之外呢 像是低收入戶的話 每個人每個月還可以再領七百五十元 次數是一年也就是十二個月 總計是九千塊錢 也就是低收入戶 除了原先的六千塊 再加上這十二個月 一共九千塊錢能夠領到一萬五千元 那麼中低收入戶則是每個月 每人再加碼五百塊錢 整體事件的總府今天也說話了 期盼朝野之間呢 能夠都支持 讓這個計畫可以周全地執行 一千四百億來讓全民從小到老 能夠共享經濟成果每人六千元 行政院長蘇仁昌公布好消息 針對超增稅額行政院拍板 還稅於民 一千八百億中還需預留四百億 因應不實之需 其餘一千四百億讓全民從小到老 共享經濟每人六千元 將經由行政院會通過 送請立法院審議同意 不僅如此 最快在農曆過年前 加發低收入戶每人七百五十元 中低收入戶每人五百元 每個月入帳 也就是說低收入 預計每人一年可多領九千元 加上全民每人六千元 最高可領一萬五千元 中低收入戶則是多領六千元 最高可領一萬二 而全民每人的六千元 得先由立法院審議 發現金的話 第一個 一定有依法行事 延會到元月十三號 那我就建議再加開一個禮拜 如果敢在一月十三號立法院審議 同意再加上行政作業時間 出估二十到三十天 最快二月底 三月初才會入帳 但是我們還是會盡可能 在這個程序當中 加快我們可以處理的部分 而現金發放的方式 服務員目前朝向 直接匯入民眾戶頭 那民眾要另外申請 還是直接入報稅戶頭 尚未定案 也有立委建議 可以用匯款以及金融機構 請領兩種方式並行 詳細方案又待討論 怕這些新聞陳時 阿晨之學 林婉瑜 黃昭盛 台北報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瑜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 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